接着我们来关心欧美股市的表现 美股周一因为总统日假期而休市一天 那股指期货电子盘则是上涨 延续了上周五收高的气势 而欧股的周一收盘涨跌互建 投资人正面解读 这个是叶伦首次发表的国会听证词 而多头继续带领市场人气 否则短线恐怕会过热反转 而由于美股周一休市 欧股限缺指引 所以周一呈现的是震荡整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